上次講了電動機的操作原理 有什麼辦法讓電動機轉得快點 大力點呢? 又是這樣的方法 所以記得增加電流 多多幾圈 線圈的摘數 用大面積一點的線圈 原來也有幫助 用強一點的磁鐵 增強磁力 實際,如果大家有機會玩玩玩具 譬如壞了 我建議你可以拆開它 看看那個電動機 實際的電動機 原來它的摘數是很多 有很多線圈在裡面 並且線圈裡面 有一個軟鐵心 還有 它不是只有一組線圈 往往這裡有一組 這裡有一組 這裡有一組 有幾組不同的線圈 還有那個磁鐵 不是平的磁鐵 是一個有曲面的磁鐵 令到磁場能夠更加均勻 所以轉動的效果是更加好的 至於交流電電動機 我們就不會詳細說它的結構 你可以知道 其實它交流電就會用電磁鐵 你要代替那個 永久磁鐵 這個就有機會 自己有機會先了解 應該不用考 另外一個叫動圈式揚聲器 動圈式揚聲器是怎樣呢 記住 有一個變化的電流 變化的電流 在一個磁場裡面 就會產生一個變化的力 變化的力就會震動 就會產生升波 下面有一幅圖 我們看看圖的結構 這個就是一個揚聲器 動圈式揚聲器的一個圖樣 外面這個部分就是磁鐵 如果有些喇叭的東西爛了 揚聲器就是喇叭 如果爛了 你可以拆開去看看 你會發現有很多磁鐵 可以在裡面玩 這個磁鐵 這個紅色就是外圍 裡面的形狀 原來就是一個立體 一個這樣的形狀 然後這裡 再看進去 外面是一個大圈 裡面就是一個圈 然後這個圈裡 這些位置 就會有一些線圈 在這兒 圍著它 我畫清楚一點 好 腺圈在哪裡呢 腺圈在這裡 圍著S 好,讓我找回它 好,就在這裡圍著S,OK? 圍著S在這裡轉,就跳了很多線圈,圍著S在這裡轉 好了,大約可以看到,當電流在這裡流過的時候,OK? 有時大,有時小,有時會反轉方向 結果,這一組線圈就會黏著喇叭的膜 這個膜就會因為這個線圈前後動 這個膜又跟著前後動,就震動 而喇叭震動就震動了空氣,結果就產生了聲波 這個就是動圈式揚聲器,讓喇叭的做法 說明了,開始準備好 組裝設計畫面